假设啦,这个练习题里面 各位可以在练习题里面找到有一个是饮料 就是的一个练习APP 那这里基本上就是说呢 主要会有两个SPINNER 这边有一个SPINNER 那这里有什么差别 特别注意就是说 因为像那个珍珠奶茶 或就是奶茶类的 它可以是冰的 也可以是温的 也可以是热的 那可是问题 柠檬汁的话 应该就没有所谓的温的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我用珍珠奶茶 它的选项 应该有冰的 有去冰 还有温的 OK 大概会有三个选项 那可是如果你选择的是什么 选择的是柠檬汁的话 那就只会有两个 冰的跟去冰的 OK 那就是说呢 这两个之间关联一下 未来你们APP 可能就是上面有个清单 是一个大的项目 点击之后 下面那个可能是 在下一层的一个选单 那可能未来还有可能就是 还有更多的细项 那可能会需要配合一下一个 List View 一个清单 那未来可能就是显示在下方 那当你选择其中一个 它会跳出来 等于比如说你要看里面详细内容的话 可能会跳出一个 最简单的方法可以跳到Alern Dialog 或者跳一个View 让它显示出来 那再不然的话可以让你选择 前面有个Check 反正这种的这个设计模式 其实蛮多 那这里比较重要就是说 怎么样可以把这个选完之后 它可以改变这个里面的项目 也就两个啦 这一体比较 我觉得比较难的部分也在这里 那做法上面 该怎么做啦 其实我们刚刚是一个 现在变两个 那最后 比如说它订这个的话 按下订单 那它就会出现 你要订的是柠檬汁 然后是冰的 OK 那比如说 当然你改一个啦 比如说我这边改成去冰好了 OK 那你要点击它 它会有个珍珠奶茶去冰 当然 未来当然你也可以怎么办 再增加一些 比如说它的 其他像它的账号 然后再加上 新增的也许就把它放在 那个什么 CCO Live里面 资料库里面 把它存起来 OK 那未来也许 你要同步的话 可能它跟网路的资料库同步 诸如此类 后面的话 那越延伸 复杂度越高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基本上我们一样 从那个MVC开始 M的话 资料 所以你要慢慢会学会思考 以后的话 假设你要做一个APP 那就把流程标准化 以后的话反正就照着做就好了 基本上你会发现 我们这样做下来 很多流程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程式部分你会发现 很多几乎我们就讲重点就好了 因为其他的都一样 比如说你画面上有哪一些 你就 有没有 宣告 宣告的位置你会发现 反正宣告那里就好了 你就 如果你不要弄得太复杂的话 你就宣告在那个地方 连接它 那再处理事件 大概基本上不拖这些动作 那我们基本上来看一下M的部分 Stream OK 那Stream的部分的话一样 在Values里面把这个Stream打开来 那我需要建几个 跟我们未来画面会用到的 所以大家我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当然我们现在第一阶段 还是做Entries 把资料塞进来 OK 所以将来我会需要什么 第一个 我的下拉清单 不过当然第二阶段 你就把它变颜色了 变颜色的部分 请自己再去增加好了 也许你上面 因为如果你把它放在一起 没有用颜色区隔 感觉好像这个会看的 不是那么清楚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会放进来 第二个是说 我要放到里面 第二个清单 那会有个Temp 1 Temp 2 那主要是因为跟着上面 如果上面是上面三个项目 那我就把Temp 1放过来 如果它是第四个项目的话 那我就把Temp 2放进来 所以会有一个选项 OK 所以程式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总共在这个 这个Swing 里面 放了三个 三个那个Swing Array 这应该可以理解 OK 第一个 那第二个 不过我刚刚顺便讲一下 因为我发现那个Android Studio 它好像对于那个Swing Array 这个支援度非常的差 几乎都要自己手动去打 我不知道为什么 在Eclipse里面没有这个问题 用选的没有问题 可是在Android Studio 都要自己手动打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 不过很多地方 偶尔会会发生 它没办法用程式自动产生 所以你还是有时候 还是要手动一下 当然不会花太多时间 也不用太特别去记 但是你要知道有可能有这种状况发生 OK 好 第一个Swing Array 然后呢 这个Name DreamName 就是饮料的名称 Temp 1 Temp 2 这些 这个是资料的部分 所以我们会产生三个Swing Array 第一步完成 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介面部分 介面我讲过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结果 OK 就是第一个是那个Spinner 有两个所以我们就拖拉两个Spinner 那这个第一个第二个把它放过来 然后再加上一个什么 一个Button 再加上底下会有个Test View 所以一二三四 会有四个这个东西 那我们版型大概配饰了 其实很简单 用那个Linear Layer 反正一直往下就对了 然后第一个叫Drink 第二个叫Temp 第三个B01 第四个就是Test View 把它底下就Order OK好四个东西 那有四个东西将来一定要实作 所以我们就是宣告连结事件 那事件哦 事件部分的话呢 稍微是这一题算是比较难的 第一个 当我点选了第一个的时候 它会选择了一个项目 选择了一个项目之后呢 请你把下面的东西也变更 那我要怎么让它下面跟着变更呢 所以这个地方我想 我觉得最值得了解是这个 因为将来你们的实作 一定会用到 因为这个还蛮常用到 我也常用到 因为你如果项目很多的话 比如说股市类股 股市那么多 对不对 我怎么知道哪一档股票 所以我必须 所以可能还要切好几个 第一个是大类 第二个在子类 可能再一层一层 最后才是 你看你需要看到的部分 会有一层一层的概念 那也许当然 现在资料我们是放在Streams里面 不过未来这些东西 有可能是放在Database里面 反正下来 或者是放在网路上面 你把网路资料捞下来 或者资料库东西捞下来 塞进去 那其实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也许你回去有时间的同学 可以稍微改动一下 就是说呢 我们刚刚放在Spinner里面 除了可以用Streams外 其实你也可以用什么 你也可以用那个Array 或者是说之前我们用过的 就是叫做ArrayList ArrayList也可以 就是那个M 你可以给它的是 就是说ArrayList 你也可以建一个ArrayList 然后把ArrayList放到里面 它也可以接受 所以你们 我们之前Java课程里面 最后有讲到 从网路上捞资料 其实这个东西 你也可以把它从网路上捞下来 塞到这个清单里面去 是完全OK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也许有时间的话 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到 不过当然我们按部就班吧 因为如果你这个都还不熟 你怎么把它拼凑在一起 所以熟一个 熟两个 结合在一起 就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只熟一个 第二个不熟 那你可能问题就出很多了 OK 所以按部就班 来处理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是把这四个元件做好 里面应该没有特别的 比较太 它第一个 我们可能 因为 这个Spinner 它是预设就可以先去抓 这个里面资料 为什么 因为它不会改变 那这个里面 因为它可能会有两种情况 所以是由上面的 这个Spinner来决定下面 所以我们第一个 设定的话呢 这个上面的Spinner 它的Entries 可以预先去抓 抓哪里呢 At Array 里面有个DreamName 就是抓这个 抓这个名称 把这个名称 怎么样 全部先抓过来 让它丢进来 OK 那因为它不会改变嘛 反正四个就四个 除非说将来你的饮料会更新 那当然就另当别论 OK 第二个的话 它里面东西 这个Entries是空的 那什么时候丢呢 就是当你的Spinner 里面怎么样 有变更的时候 有变更点选的其中一个 然后呢 会告诉你变更了哪一个 如果是012 就是上面三个 那就是把Temp1的资料 丢到什么呢 这个Spinner 如果是0123 3的话是柠檬汁 那如果是柠檬汁的话呢 把Temp2的资料抓过来 有没有 这个是Temp1的 是因为上面的都是奶茶类的 它可以是有 有温的 可是如果说呢 如果是柠檬汁 那就不能有温的 所以这边的有个逻辑判断 好 这个是有关那个画面部分 那最后的话 程式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程式 前面好像都有讲到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一样宣告了 有四个东西 所以这个应该不陌生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连结 连结部分的话也是一样 有四个嘛 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 就是说 当我点选的其中一个项目 假如说上面三个的话 它会透过什么呢 透过这个 我刚刚讲过了 可以透过int 这个变数 Arc2 去传递什么 0 1 2 3 那如果说它是012 的话 那我就把什么 把那个Temp1 就是有那个温的 那如果 选的是3的话 那就 所以这个地方我有个简单的逻辑 第一个一样什么 在那个 这个Drink 就上面那一个 它set on Item Slate 事件 然后呢 实作它 实作它里面的话 就是说 第一个 我先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String 那这个String的话 这个String的阵列呢 主要就是要去取得什么 取得这两个其中一个 暂时存放的一个 就是这个东西 你要先有个地方可以放 那我们暂时放哪里呢 我们暂时把它放在 就是这个 Tempset 然后呢 做什么 如果 如果 Arc2 指的是什么 我刚刚讲这个东西 就是Arc2 如果是什么 012 是可以温的 但是 3的话不能温 所以我们用什么 干脆用这个来判断 只有柠檬汁 它是个案 所以你可以把个案挑出来 如果等于3的话 那表示 是挑的柠檬汁 柠檬汁的话 就把Temp2抓到这里面来 OK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 那就是把第一个抓过来 特别是要 顺便学一招 如何把Resource里面的array抓过来 特别是要 你可以用 如果是自串的话 叫GateString应该没问题 对不对 可是 如果你要抓的是那个 那个 自串阵列里面的阵列的话 阵列部分的话 记得前面多一个东西 叫做GateResource 一定要多这个 那GateString不用 GateStringArray的话要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里面 在这个 这个类别里面 我是记得 这个地方一定要加这个 如果你把这个前面的GateResource 拿掉的话 它不接受 它一定要多一个GateResource OK 显见它应该是把那个GateArray 不是把它当成是 最必要性 所以它没有直接 把这个方法直接载入 我们必须还多一个GateResource 所以你可以在很多地方 看得出来 像Google对于这个 StringArray好像不是特别喜欢 所以它多一个东西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把R里面的array 这个地方载进来 先放在TemperSet里面 OK 这应该没问题了 那再来的话 后面呢 一样 我们已经载进来之后 所以我可以用什么 也是建一个 这个arrayAdapter 所以一样的动作 就是有三行程式 一个arrayAdapter 不过这个地方 是用arrayAdapter 然后呢 New一个arrayAdapter 叫做这个TemperAd OK 然后呢 它也是一样 会跟我要三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是 C 就是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什么呢 然后我们是以 MainActive 或者你这边 我印象这个地方 应该也可以改成 如果改成一次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get ApplicationContext OK 它也可以接受 因为getApplicationContext 也是抓到 目前的MainActive 点列 OK 也是指向自己 我们现在的画面 这个意思就是说 画面控制器是谁 就是MainActive 然后再来就是说呢 那你的View在哪里 C嘛 这个是C 这个是View View的话呢 我们用预设的 就是那个Android底下的 那M的话就资料 他问你 那你资料 你要给我一下 那因为我要 去变更下面那个Spinner 所以必须要有第一个动作 是建一个arrayAdapter 第二的话 下拉的View 下拉这个Zall down的View 是哪一个 那我用预设的 就刚刚我们变换这一个 那最后的话呢 再把那个什么 下面那个Spinner叫做Temp 点SetAdapter 就把这个东西丢给它 那它就会怎么样 帮我产生我要的 比如说点选其中一个 点下去有没有 这个东西 123丢进去了 所以里面就有东西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三行就是做下面 要产生清单的动作 那如果换一个 比如说换柠檬汁的话 下面也会变更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 你做了这个上面的变更 它会产生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呢 就会判断说到底选哪一个 然后它就挑一个 挑一个 比如说柠檬汁就是Temp 2 因为它等于3 然后就做刚刚这些 1 2 3 然后把资料放到里面来 所以你看到只有两个 因为它把Temp 2抓过来 OK 那其他的话大概比较 OK 那其他的话 最后的话就是把那个 Button这个部分把它做完 所以选了其中一个 柠檬汁去冰下订单 这个会建一个什么 unclick list 这个前面讲过啦 比较简单 就是把这个跟这个怎么样 串在一起 然后呢 用什么 用set test把它显示出来 所以在Message里面的话 记得用那个什么 刚刚讲过用get select item 所以这上面的东西叫什么 叫做slate item OK 这个地方 slate item 把它tothring tothring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显示出来就OK了 那剩下的我想 因为我这一题的练习题 我没有把它更改颜色 所以请各位 自己再把它增加 我想上面下面 都把它增加一下 那这一题其实 未来会用到的机率还蛮高的 你只要做 需要载入那个外部资料 不管是资料库的资料 或者是云端 或网络上面的资料 通通都会用到 所以这个我想 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那Speed呢 最麻烦的就是 你要建一个string array 你要使用它的话 就必须要三行程式 OK啦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而且它要更改 那个画面上面的那个颜色 字的大小 那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啦 不过其实如果你这些东西 能够熟练的话 我相信将来你在工作上面 应该可以蛮可以得心一手 因为我其实有时候偶尔会 Google一下那个enjoystudio 网络上还是蛮灾情惨重的 就像你们遇到的状况 其实网络上面遇到的也是一楼框 而且甚至我发现网络上还没有一个真的比较好的解法 这才是厉害的地方 所以我讲过这个根本也是无解 主要原因是因为 怎么可能Google跟Oracle两家大公司 他把两个自己的东西放在一起 两个正在打官司 居然还可以和目相处 弄成一个系统出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导师我觉得很妙 而且Google这个公司又经常在更新一些东西 更新完之后他也不负责任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缺乏一个整合性的一个leader啦 奇怪SDK弄自己的 然后enjoystudio用自己的 最后把它放在一起 居然是有一些bug出来 这些bug当然不是你们的问题 所以我建议尽可能不要浪费时间 再替Google debug OK 所以特别注意尽可能就是说 可以用一个稳定的环境 先怎么样 先求了解到底程式该如何撰写 这件事情比你去了解它到底SDK更新到哪个版本 我觉得来的重要太多了 管它更新到哪个版本 那些其实它一定会继续更新的 只是说更新之后到底稳不稳定才是我们比较关心的 你不要更新之后问题更多 那我还是建议千万不要更新 但是如果说将来有个版本更新完之后 几乎就无敌了 那我建议你就更新那个版本就好了 稳定的版本 那为什么我会给各位一个简单的懒人包 主要就是希望不要浪费时间在处理环境上面的问题 OK 所以这边的话跟各位讲一下 尽可能的花时间再了解 你就会里面的像我们目前阶段用到哪些元件 最重要是熟悉它 OK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对 这个才是新鲜的人 十五个本 是